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诸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写如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迹 由会增第七 长者氏不敢辞 你譬如平树见到的长者 他年纪比我们大 也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是熟人或是我们的长辈 氏的东西不可辞 长者氏 你说我不要 这是大毛病 五给你说 这是礼记上的 从前有君主的时候 当皇帝送你东西 你说我不要 我不要 这行了 是得要砍头 那么这一条啊 现在人也很多人不懂 那我自己啊 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啊 那时候在家 也犯过这个毛病 但自己不知道 有一次啊 我去我三舅家里 我三舅啊 拿个红包要给我 送一个红包给我 当时我心里想啊 他是长辈 我是晚辈 怎么可以拿他的红包呢 硬把他推回去了 那后来啊 在台北景美华尚佛教图书馆 听经 那个时候啊 有印这个常理取药 还有我们敬老和尚啊 在讲习当中也讲过 长者刺不敢辞 长辈啊 刺个我们东西啊 我们不能推辞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啊 都要把他收下来 不能说我不要 所以 那个时候啊 我自己还以为 自己做得很对 以为啊 我三舅啊 他是长辈啊 我怎么可以 收他的红包呢 把他推回去了 后来才知道 这个是私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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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辈呢 他一番的心意 那我们 不接受 把他推辞掉 这个是大毛病 这个是私里 所以我自己啊 年轻的时候 不懂事 也曾经 有这么一次的经验 就是 自己以为做得啊 是很对的 即使是私里的 所以没有学习这个常理取药 的确啊 对这个人情世故 这个理解啊 不懂 所以非常重要 那么这一条 喜如老人也 提出啊 这个 长者赤的东西啊 不能推迟 好 由 贵真 只有七条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